先进行这样一个配置工作 OK在配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错误啊 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说什么呢 缺少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来自于哪里呢 是来自于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去安装一个terminal 就终端的这样的一个类裤啊 比方说类似于N cursus这样的一个类裤 这个类裤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是一个字符比较 比较棒的一个字符终端类谱 那么有了他的话 我们的这种字符终端 就可以有很漂亮的一个显示效果 那么VIM作为一个比较复杂的 这样的一个类似于VI的升级的编辑工具 那么他可能会包括什么语法加量啊 等各种各样的比较复杂的 这样一个字符显示效果 因此他可能会需要到 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字符终端 对不对 好那么既然依赖这样的一个类裤的话 我们连配置都没有完全成功 那么我们就先把这个类裤给他装上 在这里我先用一点超越的知识啊 我们用一下那个apt get 比较方便一点 apt get install 我这里的话我就直接写了 因为这个这个我比较熟了 那么后面我们会讲到 我凭什么知道是这个名字的啊 凭什么知道这个类裤名称的啊 好我就把它装好了 装好了过后我们再来重新配置一下 看还会不会出错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就没有再出错了 而且生成了这样的一些文件啊 生成了这样一些文件 那么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执行一下make 对吧 把它make进行编译 那么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先来进行src 我们看一下 目前这里面是不是没有什么 我们想象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可执行文件 因为vim它的可执行文件编译出来 是不是应该有个vim 对不对 我们这里没有看到 对吧 好我们来进行个make 当这个make你在src目录下面 或者在上一级目录都可以啊 进行编译的过程 大家要学会去看这些信息啊 gcc-c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工具 带什么参数 这是它的一些编译命令 大家在links下面玩这些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去看这些提示 刚开始有点晕 慢慢的越来越熟悉了 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好让它慢慢去编吧 vim的编译应该也不会太久 好大家看 就已经编译完成了 就已经编译完成了 也没有什么出错的提示啊 没有什么错误提示 所以大家一看啊 看我们在这下面玩开发的时候 就跟我们java一样的 一定要注意看哪个地方 有什么arrow啊 这些东西啊 就像我们java里头看异常啊 什么的 是一个道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文件夹下面 大家看是不是就编出它来了 那么它是不是可用的呀 它一定是可用的 对不对 怎么证明它是可用的呢 我们来调用它 调用一下它 大家看是不是就弹出了 这样一个vim 所以可见它是可用的 但目前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目前调用它通过点斜杠 也就是说调的是当前文件夹的这个可执行文件 那么下面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安装 这个安装当然你可以copy 对不对 可以copy它 但是我说了更简单的 原来我们copy只是简单的把这个线程序给它copy过去了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安装过程 除了copy可执行文件 还copy类库 还copypage文件 还copyman手册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用比较推荐的install 用这样的一个命令 用这样的一个命令 实际上它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文件 用了这样的一些配置 好 我们来看一下make install 直接执行这样一个文件加密 这里它弹出一个提示 说我们需要系统管理权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往这些地方去考东西 对不对 要把这个vm考到哪 通过这个我们也都看出来 它会考到哪里 会考到我们的 u2下面的local的bin文件夹里面 对不对 好 好 这样就执行完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vm可以用了吗 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就成功了 一般安装完了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子看看它的版本号 可以看看它的版本号 清一下屏 我都有点看 看 看 看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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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工具有意思啊 看板板号怎么打出这么多内容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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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OK 先不管它 而且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手册了 因为手册肯定也copy过来了 通过手册 我们就可以详细的去看VM相关的一些学习内容 当然这个文档看起来也比较复杂 对吧 而且在这个手册里面 它还会去给我们介绍相应的东西 在安装过程中 它都考到哪些地方了 所以蛮有意思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VM 那么这样我们的VM就安装好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用了 对吧 大家以后直接比方说VM3.0.0 对吧 就可以直接用了 好 这个我们现在先不用它 反正我们就知道就行了 因为后面我们会详细的来讲VM和VM的这样一个使用过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安装过程 那么如果要卸载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 这些圆码里面 它提供了make install之外 其实也提供了make uninstall 如果没有提供的话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去通过研究它的install文件 包括你通过帮助 看它的到底把哪些文件 考到了哪些文件夹下面 然后进行手动删除 这样也可以 那它我们的VM是肯定提供的有的 我们来回车 把它进行个卸载 OK 我们来看再看一下 再看 我们再敲这个命令的时候 是不是就找不到了 说明我们的这个VM当前是没有的了 当前是没有的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圆码 根据圆码来进行一个编译 以及安装及卸载的一个过程 那么再总结一下 就是下了圆码 然后解压 解压完了过后配置 配置完了过后 你就调用make来编译 那么再注意一下 在make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多次重复编译的时候 你要在make之前运行一个make clean 来进行一个清理 就是把那些编译的目标文件 中间文件 给它删掉 给它删掉 然后再make 这样它就会重新的每个文件都编译 然后最后在安装的时候 就执行make install 卸载的时候 执行make uninstall 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比较简单 好 大家这个要求 大家一定要掌握 因为以后我们在做移植的时候 常常会去下源代码 改源代码 然后再进行编译和安装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我们要把这个VM 做一些修改 做一些修改工作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下了原代码 然后进行二次开发 然后再给它编译 然后再给它进行安装 那么在另外大家再想象一下 如果在android里面 我们要进行webkit的一个扩展 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呢 去官方去下webkit 付完之后的这个版本 然后下它的原代码 进行二次的修改 然后再给它编译 编译完了过后安装 对不对 然后最后再打一个我们的rom包 那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移植 移植的过程 好 下面我们再讲一下第三种 第三种安装方式 就是我们基于我们之前的D 就是我们的D package 这样的一种安装软件工具 它的不足 我们诞生了另外一种 叫apt 这样的一个软件包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子呢 它的工作原理是 在internet上面 有大量的我们的apt仓库 软件仓库 这些仓库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软件包的源 那么我们当我们在客户端上面 无论你是用什么版本的Linux 比方说Ubuntu和Red Hat 我们在用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调用apt命令 加这个你想安装的软件包 那么它就会去通过这些源 去internet上面 去这些集群里面去找 找到了过后下载 然后进行自动化的安装和配置的过程 这个方式是不是就很棒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它还会去自动的去安装和配置 它所依赖的这些类库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智能化了很多 智能化了很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apt的命令 apt实际上它是一个软件工具集合 实际上它是由这样的几个工具所组成的 包括apt-get apt-cache apt-proxy apt-show-versions apt-config apt-city-rom 它们各自的作用分别是apt-get用来管理软件包 包括安装卸载和升级等操作 apt-cache用来查询软件包的信息 apt-proxy是用来搭建一个apt代理服务器 apt代理服务器 然后apt-show-versions用来显示系统版本信息 config是用来配置信息 cd-rom是将cd-rom变成软件源的这样一个配置文件 一个配置文件 好 那么这些工具我不要求大家掌握 我们只需要掌握apt-get和apt-cache就可以了 这两个工具就行了 那么这两个工具里面有很多大量的命令 我列出了常用的常用的命令 我都列在这里了 那么重点命令 我把它用高量的文字进行了标识 只有这种橘黄色的命令 才是要求我们当前就必须要掌握的 在这个课程上就要跟我一起来把它掌握的 那么关于apt-get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简单的把每个命令做一个解释吧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通过man对不对 apt-get 大家也可以通过man来自己学习 我事实上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命令 有必要把man简单的过一下 总结出对自己有用的这样的一些命令 那么好 我们先来学习这些命令的一些使用 那么apt-get update 它的作用是干嘛呢 从 从网上的源 更新 更新信息 下来 apt-check呢 就是检查 当前apt管理里面的依赖包情况 apt getf install呢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 用来修复你安装时候的 它与依赖包之间的关系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安装过程中 由于一些 比如说你网络中断 那系统死机啊 一些原因 可能就是它 我们安装成软件包与依赖包之间的关系 就会发生问题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来修复这个 修复依赖包关系 那么apt-get install 这个就很简单了 就是安装 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了一下 install-d 就是什么呢 只下载 只下载 下载什么格式呢 当然是dev格式 只是下载 不安装 remove 当然就是卸载 但是卸载不完全 就类似于我们刚刚的 在用dpack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个p啊 有p的参数 就是pudge 那个才是完全的卸载 那么同样我们这也是一样的 removepudge 才是卸载完全 那么我们最最常用的 使用的命令是这两个 好 我们把这些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包括其实这里还有 还有一些像apt-get upgrade 这个是自动升级自动升级软件包到最新版本 好我们来看一下 apt-get update 这是我们第一个命令 需要sudo apt-get基本上都是都需要sudo 那么这是从网上的源更新信息下来 到本地的源 到本地的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更新了不少信息 get啊什么的 可以来研究一下 get的这些信息 get的这些信息 那它到底是更新本地又更新到哪个地方的呢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好 这里我就不详细的去 去等待它完全更新完 这个过程会比较长 因为我们Linux下面的软件是不是特别多啊 是不是特别多 而且这些网站每一个源都要去查找它的最新的软件 有什么样的新版本软件更新 并且把它下到我们的本地做一个镜像 对不对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慢的 好 我就直接退出吧 Ctrl-C 给它直接退出 upgrade 这个过程就更慢了 直接就下载安装到最新版本 那我们就不演示了 check 就检查当前apt管理包里面的一个依赖情况 比方说还是我们刚刚 apt get check 我们刚才的vim 这样的一个包 我们如果要通过apt的方式来安装我们的vim 我们来check一下 你看这一切都没有问题 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编译出来我们一个依赖数 一切都为荡了之后就表示依赖没有问题 你可以正常的进行安装 好 仅仅是这样一个作用啊 那么他不 如果要看他所对应的依赖包 到底有哪些呢 是另外一个命令 我们待会再讲啊 这是修复依赖关系 我们现在没有中断依赖关系 我们就不修复了 好 这个是安装 安装的过程 然后这个是卸载 我们就把安装和卸载一块来看 一块来使用 好 sudo apt get 这是我们最最常用的 install 我现在要通过这个方式来安装一下vim 然后他 这个地方他会告诉你要好好消耗多少次番空间 问你是否继续 yes 他会自动的从网上下载 并且自动的进行安装和配置 他其实首先是找到了 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来解析一下 首先是找到了我们软件员的这样一个镜像 对吧 找到这个镜像 然后从这个镜像去下载 但大家会说这个镜像是从哪里找的呢 当然是从本地的某一个配置文件里